注意看,这个外国小孩也太牛了吧 轻而一举就钓到了一只大鱼 接下来点个赞一起看看外国小孩是如何钓鱼的 今天又是周末了 小黑在家做完工科后 直接抄起钓鱼的家伙就奔到河边去了 只见小黑不慌不忙的 把妈妈做的钓鱼特制面粉拿了出来 往河边撒了一点进去 然后又把特制面粉揉一团 包裹在鱼狗里就直接放到了水里 小黑就坐了下来静静等待 没一会鱼漂就不断的在晃动了 小黑马上用力把鱼干溢水 甩上来了一只大鱼 然后小黑有点非力的把鱼都拿了下来 把大鱼放到了盆里 这也太牛了吧 真想知道小黑妈妈特制的钓鱼面粉 是如何制作的 不管花多少钱 我都愿意购买配方 接下来小黑还是重复刚刚的操作 把特制面粉包裹在鱼狗 放到水里 没一会鱼漂就在晃动了 然后就甩上来了一只大鱼 这也太神奇了吧 紧接着小黑把第二条鱼放到了盆里 又还是重复刚刚的操作 似乎这个操操作已经是小黑的家常便饭了 不知道第三次还能不能钓鱼成功 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一起点个赞为小黑加油吧 等第三条鱼也钓了上来的时候 我真的是惊呆了 难道外国小孩那么牛的吗 说实话我真的是自愧不如 好了 本期补鱼表演就到此结束了 犯错不说破 我是胡娃 如果觉得外国小孩的钓鱼技巧还不错 就请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关注支持一下